我现在还不打算回大理呢 小师傅 里面请 里面请 我要两碗酥面 好嘞 酥面两碗 对了 这位施主 我那面里头千万不要加荤油 还有 葱蒜也不要放 加些青菜萝卜就行了 好嘞 叫来啊 多谢 麻烦 那么麻烦啊 这是我能死人吗 这位小施主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是啊 小和尚 本施主今天高兴 想请你吃鸡鸭鱼肉 快过来 罪过 罪过 还是施主 您自己想用我 你也来啦 来 小师傅 多谢两碗 小和尚 我陪你吃 小和尚 那几个和尚是和你一起的吗 哪儿呢 小施主 您何必削选小僧呢 你这个小和尚 又不吃荤菜 本施主跟你开个玩笑 还不行吗 行 您只管开玩笑 小僧肚子饿得紧 我不跟你说话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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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尚 你多吃点 就是不够呢 本施主再给你点 保证管够 你这个小和尚 竟然背着你师傅在这里偷吃肉 幸好被我逮着了 你这碗里一定还有 我看 我看 明明在这里吃肉 还在那装出一副 阿弥陀佛的样子 不 不 不 你这个假和尚 你骗我去门口看人 在我的碗里放了一块肉 我这二十三年之中 从未沾过半点灰心 我 我 那不更好吗 你现在已经破剑了 你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吃那些鸡鸭鱼肉 山珍海味来 罪过 罪过 你应该谢我才对啊 我一向诚心向佛 我可是被你 被 你这小和尚 真是太可爱了 简直比我的铁丑还可爱 阿弥陀佛 弟子无心之失 求佛祖原谅 吃肉了 星宿老仙 为朕天下 神通博大 瓦力无辟 星宿老仙 为朕天下 神通博大 瓦力无辟 师父 星宿老仙 为朕天下 神通博大 还要跑吗 师 师父 我 还不拿出来 什么呀 师父 明知故问 神木网顶 赶紧拿出来 爹子不敢欺瞒师父 我将王顶 放在了大辽的南京城里 南京城在哪儿 南京城 南院大王 消封的王府之内 怎么会落入辽人的手中 没有落入他手中 弟子害怕弄丢了 师父的宝贝 所以就将他埋在了 萧大王的后花园中 这个地方非常地隐蔽 萧大王的后花园 占地六千多亩 除了弟子 没有人能找到这座王顶 师父大可放心 小东西 你倒是厉害 想跟我玩投鼠器器 以为这样我就不敢杀了你吗 师父倘若不肯饶出 弟子的胡闹丸皮 背了我的武功 挑了我的手筋和脚筋 那弟子还不如死了算呢 可是啊 弟子死了不要紧 要紧的是 这个世上就没有人知道 网顶的下落了 小东西居然敢和我吵架还架 我说啊 笑阿子啊 笑阿子啊 师父他老人家神机妙算 料事如神 你还不赶快收起 那狡猾的伎俩 认罪伏法 请救老千 神机妙算 料事如神 小阿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师父 阿子之所以偷了你的神木网顶 其实是有苦衷的 我倒是想要听听你的苦衷 师父年轻的时候 功力还没有现在这么出神入化 当然要借助那个神木网顶来练功了 可是现在呢 师父有着通天彻地的神功 根本就用不着那个神木网顶了 我那些师兄们 简直就是兴师动众 根本就是小看了师父的神通 侮辱了师父的威名 言之有理 弟子又想 我们新秀派武功之强 天下任何门派都不能及 而师父的武功更是天下第一 无人能比 可是师父却这么低调 顶居在新秀海韬光养晦 那些什么丐帮啊 什么少林啊 什么龙雅仙少 什么大理断士之类的 又都不要脸地号称自己是 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 您说说可笑不可笑啊 当真可笑 弟子心想师父这么神通 如果不在中原武林露上两手 那些无知蜀辈就不知道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的道理啊 所以弟子拿了您的神木网顶 其实是想让师父名扬天下呀 这么说你偷了王鼎 倒是一番孝心哪 是啊 当然了 不然您以为呢 好好好 我总算没看错你 你这龄雅历齿啊 还倒真让我喜欢 你就留在我身边 替我解解门也好 多谢师父 为师还是放心不下 你万一再偷偷跑掉怎么办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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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先挑了你的绞筋为好 这样是最安全不过了 师父饶命 你真的想要让我挑断你的绞筋 才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吗 师父光宏大量 不必向弟子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手段吗 我 丁老贵 你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 没有想到 今天居然在这里 跟一个晚辈过意不去 不如跟我好好地喝两杯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 我师父是武林至尊 你有什么资格和他谈个论误 闭嘴 这话是该你说的吗 有什么意思 你 真是